美国之棒看华视 两大豪门球队洛杉矶到齐 跟纽约洋姬三连战的最终回 前两场比赛都输球的洋姬 不想要被横扫 单场是轟出了三发全雷打 中场洋姬就是以6比4扳回城 而法官大人Aaron Judge 攻守都有表现 打击的时候是贡献了一发洋春弹 而守备的时候也展现了 雷射间试图阻止大股祥明得分 精彩的本磊攻防战 一起来看看 两大豪门系列赛话题不断 门票周边商品让洋姬球团赚得满满满 虽然赚了李子 但面子也不能输 前两阵洋姬都输给稻齐 不想被红扫的条文君 火力全开 洋姬队长法官Aaron Judge 深远的长打帮助球队再抢一分 不是对手宇宙稻齐 也不是吃素的 先靠着Mookie Betts追平比数 接着Teyascar Hernandez 在一棒超前陷入一分落后的洋姬 这一回没有放弃 一棒三分反转战局 打得到几千八投手Glasnow 抬不起头来 好不容易取得领先 条文君要全力守成 Aaron Judge这个外野长传 虽然传得又快又准 但还是挡不住 奥塔尼桑的快腿再丢一分 手背上没能帮球队打下十分 那就用球棒躺回来 这就是Aaron Judge 噢他打到那一边 噢他就忘了 只要问他 他会在第二盒子上 Judge炸裂左外野羊春蛋 帮球队再添珍贵的保险分 法官本季第24号群雷打出炉 中场羊肌就与6比4 只被盗棋 避免被三战很少的领域 华视新闻杨志福报导 哈喽我是易景 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 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 锁定华视新闻的YouTube频道